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印度 渴望上学的年轻女孩 正面临着难以言说的困难和挑战 由于隐私得不到保护 没有安全保障 也缺少相应设施 很多少女到了青春期阶段 就很难再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学校简陋的条件令人震惊 但更糟糕的是社会对女性生理期 仍存在歧视和偏见 在当地的文化中 人们对此惠莫如深 女孩们也会感到羞耻和被孤立 在印度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女孩儿到了青春期便离开了学校 在很多学校 尽管课本上有《月经》这一章 改变这些禁忌 宣传女性生理卫生 同时环保地处理卫生垃圾 理事会目前培训了上千名经期卫生管理工作人员 为全国范围内的印度女性提供帮助 如果印度的女性都拥有受教育的机会 他们将带来难以估量的发展潜力 而改变相关的教育课程则非常重要 为了一个更加健康 安全和繁荣发展的印度